好,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 大陆解放军在10月14号举行联合力舰2024B演习 而大陆新华社还有环球网媒的媒体报道都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军演后第三天 前往了中共火箭军谋旅来视察 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维 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 加强练兵备战 大陆媒体相关报道只公布了两张习近平视察的照片 而上次习近平公开视察火箭军部队 已经是在2016年的9月份了 当时他对火箭军官兵强调 火箭军是大陆战略威慈的核心力量 也是中国大陆地位的战略支撑 根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对火箭军官兵强调 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以及打仗的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价格军 宝宝崎 转发 打价格军 可以